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神秘之道引领爱与幸福 我是Luna 你也可以叫我阿比丘 今天我们要踏上一段神秘的灵魂之旅 探索你前世今生的因果连结 你是否曾经感觉某些人或是似曾相似呢 或许这些都与你的前世有关哦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神秘的面纱吧 这里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这是爱我牌卡 五张的爱我牌卡我已经抽好了 你们可以把左手放在牌卡上面去感应一下 或者选择一个号码 这个呢是16号 这个是4号 这是9090 这里是234234 你们可以把左手放在牌卡上面去感应一下 若是你们的手上面有一种磁电的感觉 冷冷温温热热的感觉 洋洋的感觉 这些都是一种感应磁产能量的一个显示 所以你们可以选择就是纳叠牌卡或者骰子或者号码 那我给你们一点时间去选择你们的选项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选择好你们的牌卡或者号码了吗 如果你们还没有选好的话 你们可以先按一下暂停 那我就会先看选择16号 你们的占卜咯 选择16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 你解读你前世今生的因果连结 我们先沾看看就是你前世的印记如何影响到你今生的选择 我们先抽几张前世的神域牌卡看一下哦 你前世印记是如何影响到你这一世的今世的今生的选择呢 我们有两张牌卡 OK 好这里呢这张牌卡比较像是跟动物袭击有关 或者就是被动物吓到 有一个 可能你们对于某一些恐惧 对于某一个动物或者一个 我不知道是蛇啊还是大象啊还是老虎啊还是狮子啊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状况 对于某一个动物还是蟑螂啊 你对于这些恐惧呢是来自于就是你前世的 这个恐惧来的 你们比较喜欢或者在这一世需要学会 做事情不要这么极端 然后选择走这个中间的这条路不能走极端的道路 中东 中东可能跟你们的前世有一些关联 当然我是有看到什么 森林啊还有就是一些 一些 很早之前的那些原住民的这个年代 然后这里有哲学 哲学可以给你一些你想要的答案 这里有漂亮美丽的外貌 以前是很漂亮很美丽 所以在这一世你可能对外貌可能会有一些 争扎 这跟你外貌你近世的外貌没有关系 可是你前世是长得非常的漂亮跟美丽的 而变成一种困扰 当然这张牌卡也可以代表就是跟妓女有关 可能就是你太漂亮了别人把你当成一个不尊重你的一个状况 这里有讲说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女性 或者你的婚姻是你的婚姻是家族安排的由不得你选择 你对于大自然自然灾害可能会有一点恐惧 因为这里有讲说跟死亡有关 有讲跟动物有关的一个死亡 或者跟大自然有关的一个死亡 就是自然灾害 可是你前世你可能是一个年纪比较长的一个女性 然后你的另外一半是一个比较年纪轻的男性 又或者你前世是个男性 你需要娶一个年纪比较长的一个女性 这里讲说骗子 应该有一种好像你被骗进一个婚姻 你并不是你在前世你觉得你被骗 然后有一个东西是等到你结婚之后 你揭晓了就是就觉得我真的好不想结婚 我先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基本上是要探索你前世的印记是如何影响到你今生的选择 可能对于对婚姻有一种想法 这个是1050年到1500年英国的中世纪 这个是美国原住民 这个是美国原住民 一个地方 我们这里有西班牙 1400到1600年这个年代 美国二战的时候的年代 1925年到1950年 然后这里我们有英国 又是英国 维多利亚的年代 1800到1900 我们这里有两个跟美国有关的 牌卡 然后有两个跟英国有关的 然后我们这里有西班牙 所以你可以代表欧洲或者美国 的那个 你所居住的地方 所以你可能对于这些文化比较感兴趣吧 因为你跟这些地与地方 有一些关联在你前世的时候 你前世如何影响到你这一世呢 父亲 这又再强调这个是这个美国原住民啊 这张牌卡这两张牌卡是一样的意思啊 所以可能你们跟这些文化是有一些关联的 信念 相信与信念 非常虔诚的一个 对于你的宗教是非常虔诚的 你在前世是一个很信奉你自己的宗教的人 我们这里有父亲母亲 你的重心应该是全部放在你的家人身上 因为你非常 你很在乎就是你的父母亲 非常孝顺 你在前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对于你的父母亲是有满满的爱 或者满满的尊重 可是你前世很有可能 选择单身啊 或者就是选择出家 还是当修女啊 就是这样 对于 尤其是对于你的宗教是非常虔诚的 很有可能是这样子 可是我这里我们也有看到就是 你好像被逼迫进入一个婚姻 所以你是有结婚的 可是过后你 可能跟你的另外一半离婚 或者分开 然后 跟你的另外一半有一定的距离啦 然后觉得单身可能比较适合你 可是想当年你的前世呢 可能离婚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你只能透过宗教的一个理由 讲说就是OK我们是有婚姻的 但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是分居的 或者是怎样 可是怎么讲说就是你对于你的宗教 其实是有很强的信念啦 所以在这一世 就是你可能对宗教的这些话题比较感兴趣 或者在前一次你是某一个宗教 因为通常在西方国家 因为我看到这些都是西方国家 都是比较偏向基督教 当然也可以比较偏向 因为这里有美国原住民嘛 所以你可能对于他们的宗教啊 原住民的宗教比较有深入的 想要有深入的了解 你们可能如果你们是在这一世 对这几个宗教很感兴趣的话 那是因为你前世有一些关联 如果你不是这些宗教是讲说 你在这一世想要去探索其他的宗教 来开阔就是你对于灵性和宗教 其他文化 看就是这些宗教如何影响你 让你在你的静修上面有更进一步的 体验和发展 我慢慢看一下就是你现在面临的挑战 是否为了弥补或完成你前世 未完成的事呢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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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解决 表达清楚 表达清楚 YES 未来几个星期 好 基本上这个问题是问就是 你现在面临的挑战 是否为了弥补和完成前世 未完成的事 是 你现在所面对的挑战 是跟你为了要弥补或完成你前世 还没完成的东西 可是不用担心 因为你是要跟就是你前世的自己 做一个和解 可能对于就是 你对于某一些动物 或者昆虫的一些恐惧 也或许对于婚姻的一些看法 也我有看到对于父母的那种尊重 跟孝顺 我也看到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跟 宗教有关的 婚姻啊 宗教啊 所以你要清楚表达 你这一世是想要清楚的表达 就是你对于这些想法 的一些可能对于人啊 你这一世的父母亲啊的表达 或者对于你另外一半 的那种表达 你到底要真正表达的是什么 就讲出你的真心话 然后如何在和平的这个解决 如果和平的解决 你跟你这些人的一些纠纷 还有可能你的前世的另外一半 你的前世的婚姻 你的老公 你的老婆 在这一世你会遇到他 可是并不讲说你一定会在这一世跟他结婚 如果你遇到他 你前世的这个 你的另外一半 你想要在这一世跟他和解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一世 你需要走向什么样的道路呢 你这一世就是想要变成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一个人 因为在前世可能你被迫 进入一个婚姻 所以你很难去掌控好你自己的人生方向 或者自己做自己想要的选择 可能你的父母亲 对于你的人生有很大部分的一个指示 所以你在这一世想要变成一个领导 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人 然后在这一世你比较想要相信你自己的感受 跟你自己的梦想 因为你想要相信你自己去做自己的决定 可能前一世的时候 可能是你父母或者你另外一爸帮你做决定 所以你没办法为你自己的人生做决定 动物 我觉得你对于某一个动物 可能或许真的有恐惧啦 因为这里讲说 可能你可以放下这些恐惧 当然有一些动物可能比较危险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们 如果你不去侵犯他们的领土领地的话 因为动物都有他们的领地的意识嘛 然后他们也不是因为肚子而想要吃你的话 其实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事情 可能或许你可以放下这个恐惧 你了解动物跟他们沟通 用你的直觉去跟他们沟通 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事情 或许你可以放下一些对于一些 那个某个你恐惧的动物的一个 一个放下这种恐惧啦 所以在讲说相信你自己的指引 他蛮有趣的你错了两次动物啦 所以代表就是可能就是跟动物有关 然后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教人 在这一识你想要把你学习到的东西分享给其他人 可能就是教你你比较晚进来的同事 或者甚至当老师或导师把你知道的东西分享给其他的人 就是瑜伽 瑜伽 你在这一识想要体验做瑜伽 因为这里讲说就是没有看到你在前一识跟瑜伽 或者跟印度教有什么任何的关联 所以在这一识可能你想要再体验一下瑜伽是怎么做的 可能你需要打开你擦克拉 可是因为如果你要做瑜伽的话 大部分的瑜伽的这个能量磁场 都是跟你的脊椎有关 所以你有一个你需要去打坐去提升这个擦克拉的磁场能量 你需要一个人类的身体 所以你在这一识投胎了之后 你在这一识想要体验这个擦克拉 打开你擦克拉透过瑜伽 可能透过伸展 可能透过瑜伽的运动之类的 所以这个需要一个身体来帮你去完成这件事情 这很有可能是你现在之前或者在未来想要去探讨的某一个领域 好我们看一下爱我拍卡 在这一识想要学习什么 你可以改变你对于你过去的看法 这里讲说你在这一识进入这一识是想要放下你的前世 所以你想要改变就是你对于你前世的这个看法你想要放下它 然后在这一识你想要学习有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这里讲说感激你所拥有的 释放你的悲伤 因为前世的事 前世的事你无法改变 所以你在这一识想要放下你对于前世的这种悲伤跟伤痛 然后这张牌卡是比较像是你在前世转换那个转类点啊 就是从前世离开了身体之后就是死亡嘛 死亡你在经历一个要去投胎的那个转类点的时候 你发现到其实你原本是一个高能量意识高的灵体 但是你有一些事情想要去学习的 所以你又在这一次去投胎去提升你的磁场能量 去放下一些过去的伤口跟伤痛 或者放下一些恐惧啦 来挑战自己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你其实在投胎之前 在进入这一识之前 进入你的这个身体之前 你其实知道你是一个高能量意识高的一个灵体 然后这里你是为创造者 你创造你自己的现实 在这一识你想要创造 所以你想要变成一个领导者 去创造你自己的现实 然后看一下这一识你有什么 其他的课题想要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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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觉得你进入一个婚姻还蛮可怜的 这里这张牌卡是讲说一个受伤的小孩 在讲说对于慈悲心得到觉醒 有这个想法去服务他人 受伤的小朋友 打开就是一个通往原谅的道路 打开就是一个通往原谅的道路 受伤的小孩 在这一次你好像是想要服务或者对于受伤的小孩有多一份的通理性 想要让这些小朋友知道就是其实人是可以学习如何原谅的 也或许接触到这些受伤的小朋友可以让你学习如何原谅 在这一次你想要尝试 尝试一些跟艺术有关的东西 可是不是走专业的路 不是做一个专业的艺术家 你对于艺术可能想要去涉略这一方面的领域 因为这张牌卡有讲 但是你想要去涉略这些艺术的领域 并不是讲说你要当一个肤浅的人 你只不过是想要探索艺术跟深奥的一些意义吧 可能从中你可以得到一些领悟 这张牌卡是讲说你的这个潜意识是跟你前世有关的 你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恐惧 这个恐惧还有可能是前世有一个人可能在言语或者身体上灭带你 所以你想要放下这个伤口跟伤痛然后往前看 这里这张牌卡是小偷的牌卡 它另一位就讲说就是偷钱偷创意的点子 偷别人的爱可能偷情吧 然后偷其他的力量 你觉得你越是缺乏的你想要去偷 偷偷 这里是讲说就是在这一世你想要学学会的一个东西就是 不管你遇到任何的问题跟状况 尽可能就是不要去贪图别人的东西 别人的东西是别人的东西别人的人是别人的人 在感情如果他有另外一半的话尽可能保持距离 如果他们有钱的话也没有要就是借钱不还这件事情 是你在这一世的课题 然后也可以代表如果这个机会是给别人的话 事业机会这个事业项目 你不要想着去争取别人 或者很简单的也可以讲说就是 在这一世如果 因为我之前好像有看了一个影片 有讲说就是有一个人去找一个风水师 然后那个风水师看了一下 怎么你要在这里开你的店面 总觉得就是在这里 这座开店面有点怪怪的 因为他可以感受到 后来才发现到他的客户其实要开在他老板的对面 然后这个风水师就问这个客户 你跟你老板相处不好吗 还是你老板对不起你 然后这个客户就讲说 没有啊 那个老板没有对不起我 然后那个风水师就问这个客户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跟你的老板抢客户呢 这会影响到他的升级啊 如果他要养就是养家的话 你这样影响到他的生意的话 你不是变成你在为你自己制造一个业障 所以这也是一个偷客户的一个东西 所以也是一个这样 你在这一次就是要学习就是 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感恩这里也有嘛 我们刚才爱我拍卡感激你所拥有的东西 不要去跟别人去比较 因为别人有的东西是他的 而你自己也拥有就是属于你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你这一次还有什么 其他需要留意的课题 这一次需要留意什么样的课题呢 好 这一次呢 你在他没有投胎之前 对于你这一世其实是充满满满的那种冒险之旅 你对于这件事情其实 你对于投胎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的 其实 你是蛮单纯的 你是来这里玩的 你是来这里去体验 然后去探索 有一种探索之旅 可是可能你在这一世啊 可能忘记就是 你其实有这种比较 没有负担的投胎啦 我没有看到你好像被逼投胎是什么的 而是你有点轻轻松松 哦好 我这一世需要学这些东西 然后OK 那我就慢慢去发掘 然后慢慢的去享受 慢慢去当成一个玩的一个过程啊 没有把这件事情看成很严肃 但是久而久之 你在这一世 你会变得比较内向还是比较内力一点 常常都在反思 有点过度的自我分析啦 虽然有你坚强的一面 可是你已经失去了 失去了那种 无忧无虑想要去冒险的这种精神了 你会比较严肃一点 所以别人会觉得你好像蛮冷淡的 再讲说你越是冷淡 你越是无法去显现你想要的东西 不管是显现丰富的东西啊 显现你要的金钱啊 你的吸引力法则也会受到影响 然后你的想法不再是那么的纯真跟纯洁了 因为你想太多了 所以可能你人生当中 你会遇到一些种种的挑战跟困难 阻碍 你会遇到一些你的恐惧 负面情绪或者受他人背叛 因为你已经失去了那个 那个纯真的你 可能你需要去探索这个课题吧 因为这好像是你这一世给自己释迦的一些 重担啊 可以这里讲说 相信自己对于值得信任的人 你要给予信任 你要克服对别人的猜测怀疑 这样子你心里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不安全感 然后你对于他人也有多一份的耐心 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有多一份的耐心 所以看起来是蛮不错的啊 我是觉得就是 其实啊最重要的信息其实就是这张牌卡 你来这一次是为了去探索 去冒险 然后不要想这么多 OK 记住我们来这个世界啊 不是为了要受苦啊 而是为了要学习跟成长 而你刚开始绝对要脱胎的时候 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啦 解读灵魂的密语呢 不是为了要沉溺于就是你的过去或者你的前世 而是为了要更好的理解就是你的现在 为了你的现在创造更好 更好的现在以及未来 认识到前世今生的连结 可以帮助我们更慈悲地去对待自己和他人 更有智慧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如果你想要更详细的个人占卜 别忘了与我预约一个一对一的 视讯十人占卜哦 如果你从今天的内容中有所收获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你没有感受到自己前世今生的连结呢 你准备如何运用这些洞察来改变你的生活呢 我是Luna阿比丘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愿你能够解开灵魂的密语 活出最精彩的人生哦 选择4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解读你前世今生的因果连结哦 我们来先看一下你的前世印记如何影响到你这一世的选择 先做几张前世神域牌卡来看一看 你前世的印记如何影响到你这一世呢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经济损失中东 失去老婆或者失去老公 应该讲的是这样啊 可能你前世的另外一半 比你更早去世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难过 在这一世就是你不要比你的另外一半先走的一个想法 这有讲说就是你有破财的现象 你在前一世好像突然之间破财 你破财是因为被他人骗钱呢 有人骗走了你的钱或者你另外一半的钱 因为有一个人是想要摧毁 摧毁你你的家人或者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所以导致你们有一个极大的经济损失 一个手屋 手屋那个什么我要怎么讲的 那个 就是骗了一个比较 无助的一个小女孩或者小女生吧 在你家中的某一个小女生 可是因为这是大众账卜 可能是骗一个比较年纪 当初年纪比较小的某一个人 可是害到整个家有极大的经济损失 这里我们有墨西哥 你们有些人是因为生病而去世 可是这个病不是什么 可以传染的一个病毒 可能就是这种糖尿病癌症这些 肿瘤啊 这种就是不能传染的病 这里有讲说一个年轻的女生 可能是真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生 害到整个家族经历 经历经济大的经济损失 有个男的被影响到 那个男的它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看一下是什么状况啊 这个 这是早期的亚特兰地史 或者你们是来自于就是古希腊 1100到146BC的时候 或者你们是美国世界第二大战的时候 1925年到1950年 你们有些人是来自于就是德国 世界大战第一战的时候 1900年到1925年的时候 这是你们很有可能出生的一些地点 你在这一世 你前世的印记如何影响到你这一世呢 有一种好像被人家关注或者好像在奴役这样子 OK这里啊 你前世应该不是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家庭 可能有一个人导致你们全家人有一个面临极大的一个经济损失 所以你你其实在前世是有一些经济的问题的 所以你在这一世总觉得好像像前一世这样子 为了金钱需要变成一个奴隶这样子啦 现代的奴隶啦 就是为公司为钱啊 付出很大的奴隶 或者有时候你觉得你好像失去了你自己的自由好像坐牢这样子 你有时候觉得你的公司很像坐牢这样子 你在前一世是有另外一半的 有结婚的 Nighthood 你们有些人不讲明一个人 你们有一些人 可 经历过世界打仗 所以你是那个打仗的人 要么是歧视 要么就是打过仗的 这里讲说就是古希腊 亚特兰地士 这些都是经历了一些一连串 当然这里有海盗 Scandinavia的一个海盗 所以你在前一世其实是有在前线打仗的一个人 然后你有结婚 然后你有被人家真的是 关起来啦 OK 所以你在前一世可能是一个士兵啊 骑士啊 这个船是跟你们有一些人 有关的 船 就是坐海盗 当然你们去打仗这些 还有亚特兰地士 因为他是靠海的地方 所以你在前世是有坐过船的 亚洲 亚洲是因为你们是从这些地方来 所以你有坐船漂流到亚洲 有接触到亚洲的文化 如果你们在这一世是一个亚洲人的话 你们大部分都是啊 因为我们是中文频道啊 你们是向往 向往喜欢亚洲的文化 所以你在这一世才会投胎到亚洲的这一区 你们前一世不是亚洲人来的 这是我看的不是亚洲人 可是你在你在前一世是很向往要去到亚洲的 所以你 对亚洲的文化是有极大的兴趣跟爱好 想要了解 所以你在这一世出世在这个亚洲的家庭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现在面临的挑战 是否为了弥补或完成你前世未完成的事呢 你在这一世为什么要投胎 跟你前世有关吗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未完成的事情呢 yes ok 你这一次投胎 你的确是因为跟你前世有关 有些未完成的东西 你总觉得我要再次投胎的原因是因为 还不是时候 我继续带为一个灵魂啊 你要回来的时候 这里讲说谈恋爱 ok不是时候恋爱是因为有几个走向啦 你们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你觉得不是时候遇到你前世的另外一半 你的结婚对象 所以你耽搁了 所以你这一世还没有遇到他 也可以代表就是你在这一世觉得还不是时候谈恋爱 因为如果你没有完成你前世的一个对自己的约定的话 你在这一世不会那么快定下来结婚 或者定下来有另外一半 有一部分是这样子啦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你的前世的 不想跟你的前世的结婚对象碰面 还是你在这一世觉得还没准备好可以去 谈恋爱或结婚呢 可以其中之一 因为你在期盼在这一世有一个很大很开心的转变 你想要原谅 原谅你前世的某一个人 所以你在这一世想要再次遇到这个人 然后心中可以有这个原谅 你才能提升你自己的吃产能量 然后再升维度 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感受一下身体哪里紧绷 放松一下你紧绷的部位 如果你想要记起就是你前世的故事的话 你先学习如何放下你的这个身体的紧绷 然后坐在那边像打坐的姿势 闭上你的眼睛 然后看有什么画面 或者直觉闪过 那是跟你的前世有关 对接受你是一个生活在地球的人 你要先借地气 你才能想起你的前世 尊重你的真相 可能你在有一些过往的回忆 你会开始怀疑自己觉得这不是真相 可是这里讲说尊重你的真相 接受你的全部 可能你觉得我是不是在胡思乱想什么的 其实不是 你是在唤醒你前世的记忆 放下你的自尊心 可能一些前世的回忆 让你不太舒服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有一点伤自尊 可能你在前世也是 每个人都会做错事 可能你想起一些前世的东西 你可能有点过不去这个坎 你们有些人有这个能力想起你的前世 有些可能会比较吃力 可能没办法想起就是你的前世的这个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你在这一世需要完成什么 或者想要做什么 你在这一世想要变成一个环保的人 或者一个地球的天使 是来保护养育跟教别人 关于大自然或者动物的 你有一个这样子对自己的一个期许 或者天使还是你守护你守护天使 派你来完成这个使命 其实你要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你在这一世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你拥有你自己的自由去选择你要过你的生活 其实你最大的课题就是要原谅你前世某一个人 所以你在这一世投胎 就是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有一种原谅放下的一个课题 你的灵魂目的包括就是要懂得演讲 在语言上有所提升 怎么表达你自己你的沟通能力 然后你的这一世的灵魂目的也包括去痊愈 可能你有一个非常自然的天赋 痊愈的天赋可以跟他人分享的 这张牌口也可以代表跟医护人员 或者做疗愈痊愈的工作有关 对啊其实你要做什么东西都是可能可行的 因为你有无限 你可以拥有无限丰富的东西 只要你跟随就是你的灵魂目的 你其实可以吸引来很多丰富的东西的 你这一世有什么课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卡卡腻尾 OK这一世你想要看一下 就是那些不道德的东西 你想要放下一些不择手段 或者就是改变一些不择手段的人 对于他人的受苦受难 怎么更有一个感触吧 不要对于就是别人的受苦受难 自知不理啦 所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或者期盼身边的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你在这一世想要停止别人去虐待动物 虐待人 虐待环境啦 所以你在这一世想要变成一个 一个地球天使 或者这是你的使命 OK 你这个看一下这个不要不要影响到环境 父亲 可能在这一世 你有一个父亲对你有很多的影响 你以前是一个很尊重你自己父亲的一个人 当然这张牌卡也可以代表 有这个天分去创造跟支持一个生命 也可以代表你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 你来指引别人走向他们的光芒 在一个群组里面还是在一个家庭的一个 家庭的一个组织里面 嗯 陪伴 在这一世你想要你身边的人围绕的都是一些忠诚的人 无私奉献的人 不自私 你想要有一个人来陪伴你 不管是小朋友的陪伴还是你父亲的陪伴 还是你另外一半的陪伴 你想要你身边有人可以陪伴你 有一个伙伴 你这一世想要提供力量跟支持给身边的人 尤其是如果他们遇到危机的时候 你想要帮助他人 想要为他人提供更多的爱 而没有任何的回报 这是你这一世想要去想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想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对 你在前世也是一个骑士 你在前世也是一个骑士或者一个海盗什么的 就是有在打仗或者有一些纷争纠纷的 可是在这一世比较像是不想要用蛮力去解决的问题 你比较像是想要提供更多爱与帮助 因为打仗啊什么之类的 你放一个炸弹啊 它不只伤害了其他的人类 它也把这个土地给炸毁掉 然后一个战争发生 那个地雷 响起它其实也不只影响到这些大植物跟大自然 它也影响到动物 因为动物也无故被牵连然后死掉 所以你比较像是想要改变这个现况 不想在这一世有沾血 你的手上你不想沾血 所以想要有更多的慈悲心 不要想要当一个痊愈者多过一个战事 OK 这是我看到 因为你这张牌卡是战事 它是逆维的 你不要打仗 你不要上战场 你不想要被战争所牵连 这是我看到的 好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呢 你在这一世 想要做完成什么 想要做什么 跟你的前世有什么关联吗 看一下 在这一世想要学什么呢 想要接触什么呢 想要体验什么呢 你在这一世你又出到自由的牌卡 这里讲说就是 你其实有自由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东西 你要做的东西是 可以得到的 自己得到的 你其实是有力量 可以去完成你想要的 然后你也会从中得到很多的满足感 这里讲说就是 你真的很抗拒打仗这件事情 在这一世真的不想要被这些负能量 这个愤怒 从小小的愤怒 变成两国的纷争 这种你不想要接触到这些东西 你会尽可能避免 你想要做一个接地气的人 有很多力量 很多 体力去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一个人 目前为止你的眼轮是还没有完全被开发的 如果要的话你可以打坐去打开这个 打开你的眼轮你可以看到你的前世的这个前世的故事 也或许就是你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清晰度对于你前世跟今世的一些故事 然后可能你会少一点那种不清楚或者混乱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讲说因为你的眼轮它没有完全的开开起 所以你可能对于你前世的记忆可能有一点模糊或者想不起来 由于你很抗拒战争跟人家吵架这种东西 因为你在前世还被还被关过 OK 这里有两张牌卡是讲说你你有被关过 你有被奴役过 你当一个士兵有被拿去关 然后可能你是在牢狱当中去世 你可能是一个战俘 所以你很抗拒这件事情 所以一旦让你有一种想要打架的冲动或者战争这种 你会发现到你比较难去吸引来你想要的东西 金钱丰富的东西你的财运也会美 那是因为你潜意识是很抗拒这种吵架的东西 纷争打仗 你少一点接触打仗的东西 你反而你的金钱就会越来越多 或者你的吸引力会吸引力法则会比较强一点 这是我感觉到的一个看到的一些信息 记住就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受苦的 而是为了要学习和成长 每个挑战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解读你的灵魂密语不是为了要沉溺于你的过去 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你现在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 认识到前世今生的连结可以帮助我们更慈悲地对待自己和他人 尤其是你在前世是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个人 这让你更有智慧地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如果你想要更详细的个人战谱 别忘了预约于我一对一的视讯私人战谱 如果你从今天的内容中有所收获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你有没有感受到自己前世今生的连结呢 你准备如何运用这些洞察来改变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呢 我是Luna阿比丘感谢大家的收看 愿你能够解开灵魂的密语活出最精彩的人生 选择90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解读你前世今生的因果连结 我们先抽几张牌卡看一下就是你前世跟今生 有什么样的指示啦 最基本上我们是要先看一下 你的前世的印记是如何影响到你今生的选择 不好意思我创到旁边的创 你前世是 我现在要抽其他的牌卡先这个 出来了 地点 OK这这你们的占卜是围绕在地点 我看一下你会抽到 等一下会抽到什么样的地点 重点是地点 Deltax或者就是 中欧洲 我又看到战神 看到身体与性虐待 可能你目睹了这一切或者你自己本身经历了这一切 哦 这个是一个受害者跟一个加害者 想要 想要讨回公道想要报仇 因为那个加害者并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或者任何的制裁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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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一下中欧洲 那个地点 还有什么其他地点我可以看得到 你可能目睹了或者你经历了就是 肢体或者性虐待 这个是想要活换烧毁 想要把这个人烧起来烤起来 想要把全部给烧成灰烬 烧成灰烬 欧洲这个是讲东欧 欧洲是个重点 欧洲是个重点 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我不知道你是那个看到 因为有时候你看到了你会有一些 如果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看到这样有人被打死 或者看到一个人被强奸什么的 所以你会有一种心理的阴影 或者你自己本身是遇到这个状况 所以你 意大利 罗马 30BC到476年 这个是Scandinavia的这个海盗 Vikings 700年到1000年 地点 地点 是很重要的 二战的时候 这个是英国 大英国 1925年到1950年 或者德国的时候 一战的时候 1900年到1925年 这是什么牌卡 这是什么牌卡 明大约西 1368年到16 144年 明朝的时候 明朝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 可是你们有一个东西 你们是无法释怀的 你看了就生气 可能你看到这些相关的 就是有人打人家 你看到战争 你看到 你看到就是受到 虐待的一些女性 你会 或者男性 你会心里很不舒服 你会很愤怒 这来自于就是你前世的一些经历 可能有一些 你看murder 就代表就是谋杀 贪婪 贪心 你看不惯这些东西 这你看不惯的原因 是因为可能 你要么就是那个旁观者 就是你 你目睹了 要么你就是那个受害者 所以你很生气 你想要烧毁这一切 你很讨厌 是因为你看到这些新闻 可能触及到你 是因为你目睹了这一切 看还有什么其他的 因为这里我们有看到好几个 尤其是这个一战跟二战 也可能是换朝的时候 你当海盗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者罗马年代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纷争 孤儿 你在前世一定是经历过什么 换朝啊或者打仗啊 这种 这种 你看到很多的孤儿 或者你自己本身是孤儿 然后你看到很多的那种欺压 尤其是权力啊 这些有权威有权力的人 欺压别人 奴役别人 你很讨厌这种 我讲讨厌是因为我真的强力感觉到这个 OK 你很讨厌就是男女不平等这件事情 因为你在前世目睹了一些东西 你看不惯 你很不喜欢这种加害别人的一些人 可能因为战争可能你是海盗 你看Vikings嘛 然后这里有意大利罗嘛 可能因为战争 换朝年代 你需要离开 你需要离开你的家 然后需要从一个地方去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出生的地方跟你最后离世的地方 你在前世是不一样的 你有一种被迫离开你的家乡的一个状况 健康也是你很在乎的东西 可能在前世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或者医疗设施来帮你 处理你的健康问题 所以你很在乎健康或者健康的科技 医疗科技相关的东西 你会比较在乎这些东西 那么看一下就是你在这一世吧 你现在面对的挑战 是否为了要弥补或完成你前世未完成的事呢 你在这一世为什么 你有吗 你喜欢和平 你喜欢平平静静过的日子 你喜欢人与人之间可以达到某一些和解 你想要原谅你前世所经历的东西 或看到的东西或体验的东西 可能你看到这些新闻或者你目睹这些东西 你可能想要有收集更多的资料 关于就是这一切 因为你前世目睹了 或者你对于某一个历史很感兴趣 因为你可能是在那个那个时代出生的 所以地点是很重要 如果你对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点 或者某一个明朝很感兴趣 你等一等 你想要收集更多的资料的原因是因为你前世是来自于那个地方 行动力 你前一世 应该是讲说吧 你没有yes或no 你投胎的原因 你是有带着这些伤口跟伤痛 可是你好像不是因为你前世所经历的东西 经历的这些东西 你不是为了要弥补或者完成你前世未完成的东西 可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在这一世如果看到什么不公的东西 你想要有一些行动力去帮助这些人 或者去停止战争的发生 你感觉到你前世所经历的东西 你不要它再重复 所以你觉得你需要做一些东西 OK 这是你在这一世想要去完成的东西 可是你好像在这一世不是为了要弥补或完成某一个东西而出生的 或来到这一世的 好 我们看一下你这一世想要完成什么呢 想要学习瑜伽 你想要学习一些跟领袖有关的东西 想要透过瑜伽伸展运动 瑜伽打开你插克拉 稳定你插克拉 资产能量 嗯 你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 你想要身边的人支持你 可是同时你也要在这一世去支持 这些受伤害的人 这是我看到的 身体 对啊 你非常在意就是身体健康 这张牌卡也可以代表就是可能去运动啊 做一些身体疗愈啊 按摩啊 全域磁产能量啊 physical therapy 就是那个你身体的这些疗愈啊 运动啊 健身啊 你这里是很注重健康 因为你在前世没办法得到一些医疗的帮助 可能医疗设施有限啊 ok 然后这里呢你在这一世想要在你的沟通技巧上面有所提升 想要多一点演讲啊 或者沟通能力啊 嗯 跟人家社交啊 你的语言啊 这一方面你想要有所提升啊 沟通能力 动物 嗯 你在这一世想要了解动物咯 了解动物跟他们沟通 有一个直觉可以跟他们沟通 然后相信你自己的指引 动物是你的人生道路的其中一环 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这是逆尾的 ok 我看一下 Exploitation of the female nature and form 可能你真的是经历了一些女性受害什么之类的 因为这张牌卡是代表就是 你想要在这一世不要看到这些受苦受难的女性 可能你对于me too可能会比较有 跟一般人比较有更强烈的反应 因为你不想要目主这些东西 你想要支持他们 想要帮助他们 受伤的小孩 可能你在前世也是经历了很多战争 所以你想要去疗愈这些受伤的小朋友 你想要在这个更有同理心一点 有一种想要服务他人 看到受伤的小朋友 你想要去帮助他们 你想要打开一个通往原谅的道路 原谅过去 原谅你前世所经历的一切 然后你想要放下就是对于自我可怜的一个想法跟心态 因为你前世是前世了 这一世你可能经历一些种种的状况 你不想要活在过去 你的灵魂的潜意识在呼唤你 你在前世可能也有经历一些人用了他们的才华 去虐待或者对别人不好 所以你不想要看到这一点 或者有一些 有一些挨恶的艺术家 他们其实是有一些邪恶的想法 或者想要人家同情他 所以你不喜欢好像你身边好像以前有一个 一个人利用他的才华 或者利用他的艺术来博取同情 你目睹的一些状况 你在这一世呢 Visionary就代表就是有一种透视的能力 你在这一世想要开阔你透视的能力 想要有这个能力去想象别人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目前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换句话说是提前看到一些事情 你想要有一种透视的能力 你想要有一个视觉 就是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的利益 而是真的是想要帮助别人 有一种见地跟见解 来提前知道一些事情 或者看到一些事情 来帮助其他人 你想要有一个这样的力量 所以你可能对身体健康这一块 或者瑜伽这一块 可以帮你打通这方面的能力 看一下这个爱我拍卡 冷静深呼吸先让自己放松一点 你也可以就是透过这一点 可以打开就是你的视觉 我没有看到你真的很想要 你的灵魂其实没有很想要想起前世的东西 感受你内心的平静 因为这一世你就是要体验平静 体验安安闻闻闻 体验peace 体验就是和平 你这一世就是想要体验这个 然后开通你的这个视觉能力 然后想要多与动物相处 又是动物的拍卡 因为动物会让你开心 你想要说出你的真相 说出你的实话 然后想要有更多的爱 因为你相信爱是一种生活方式 爱可以化解战争 所以你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期许所在 你没有很想要去想你的前世 我也没有觉得你需要去想你的前世 你冷静深呼吸先让自己放松一点 然后可以去做瑜伽 照顾你身体健康 在灵性上面打通你的插克拉 不是为了要做一些前世有关的东西 而是就是想要帮助这一世的 需要你帮助的人 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 对啊你不喜欢看到就是 别人虐待别人这个东西啊 或者愤怒啊 你觉得愤怒没办法去化解很多的东西 你在这一世 你之所以会来到这一世 是因为你想要在智慧上面有所提升 可能想要开通你通灵的能力 你的直觉啊 看到就是一些宇宙的真相 你的灵魂的真相 你比较想要做一些灵修相关的东西 可能透过赞普 赞星 或者瑜伽相关之类的 因为这张牌卡也是跟赞普 赞星有关的 然后你不在意就是 其实你的潜意识 你的灵魂其实不在意你的命运是什么 你的灵魂目的是什么 对 你就是有想要提升你自我的能力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想要放下一些前世的恩恩怨怨怨 想要学习原谅 这是我看到的 这张牌卡要跳出来 等我一下 嗯哼 这张牌卡是一体法则 你这一次想要了解就是 你跟万物是一体的 万物跟你是一体的 你跟宇宙是一体的 宇宙跟你是一体的 你想要了解宇宙法则 其中一个基本法则的一体法则 第一个法则也是 十二个基本法则之一 一体法则 万物都是一体的 一体就是万物 我们是宇宙 宇宙是我们 我们是从宇宙延伸出来的 宇宙是创造 而我们有 跟宇宙一样的能力去创造 凡事就是 如果你要放在这个维度去探索的话 我们做的所有东西都会影响到别人 别人做的东西也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如何提升我们的振动频率 来影响到别人 以正面的方法去影响到别人 若我 你好像是讲说 若我可以提升我自我的振动频率更正面一点 我身边的人也会因为我的这个 正面的想法 正面的感受 正面的振动频率而影响到 来提升别人 来帮助别人 你想要平衡 你想要对他人各有耐心 然后你想要探索一些阳性能量 就是正面的阳性能量 负面的男性能量 就是导致这个战争 争斗 想要因为权力欺压别人 这种叫负面的男性能量 阳性能量 你想要正面的阳性能量 每个人都有他们阴阳能量 正面的阳的能量 诶 怎么用这个能量 有领导能力 有行动力 有冲劲 去正面的影响别人 一个帮助自己 这里也讲说就是你的眼轮是逆位的 就是可能眼轮他没有完全开通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透过瑜伽去开通这一点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很多事情的真相 因为这里有讲说就是你想要有一个 想要开通就是你这个透视 透视也就是要打开你的眼轮 可是你打开你的眼轮跟另外一个选项不一样 不是为了要看你的前世 而是你想要占卜或者看到未来 或者可以看到一些事情的真相 更容易察觉到事情的真相 来更有清晰的看到一些东西 来避免一些混乱的现象 或者帮助自己或者帮助身边的人 我是觉得蛮不错的这个账卜 就放下前世 然后活在今生 开开心心的活在这一世 记住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受苦的 而是为了学习跟成长 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解读灵魂密语不是为了要沉溺于过去 而我知道你们也不是为了要沉溺于过去 而是为了要更好地理解现在 创造美好的未来 分析到前世今生的连结 可能会帮助我们更有慈悲心地 对待自己跟他人 更有智慧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而你们这一世想要 就是在变成一个更有智慧的人 如果你们想要更详细的个人占卜 别忘了预约于我 一对一的视讯私人占卜 如果你从今天的内容中有所收获 请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你有没有感受到自己前世今生的连结呢? 你准备如何运用这些洞察来改变你的生活呢? 我是Luna阿比丘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愿你能够解开灵魂的密语 活出最精彩的人生哦 好选择二三世的朋友们 我让我们来解读你前世今生的因果连结哦 我们先看一下你的前世印记如何影响到你今生的选择 先把你这个刚才的这些爱我牌卡先放着 然后我们抽几张牌卡来看一下哦 这里讲说就是以前是经历了一些 一些就是滥用科技的一个时代 导致很多人的身亡 很多人的死亡 你经历了这一切 这个讲说亚特兰帝斯啦 你们有一些人可能是亚特兰帝斯的 前世是亚特兰帝斯的人 OK 这里讲说 有一个科技啊 或者没有好好运用科技啊 导致就是建筑的倒塌 或者目睹了地震啊 或者目睹了就是导致动物在互相攻击对方或者干旱呢 看起来像是大自然的一个灾难 其实是科技是人类的灾害 可是它不是大自然所害的 是人的科技所导致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可是我有看到就是整个城市都燃烧于火焰 看起来好像是火山爆发 或者像森林的火灾 森林的火灾 或者有一个强大的爆炸 可是实际上是科技所导致的 还是什么 还是什么 什么东西被淹掉 有一个水灾 就是看起来就是超级大的一个一个风暴 还是什么的 很大的一些事情 不知道是什么水灾吗 还是什么人类的灾害什么的 总之就是一个很大件的事情 看起来好像是大自然的东西 可是变成了就是什么火灾 天灾 水灾 水难 火难的一个状况 或者一个爆炸 可是实际上是人类造成的 你在前世目睹的这个东西 看起来不是很光彩的东西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前世 今生 前世的印记 这里又是 你们有些人是出生在 在中国的明朝年代了 1368年 1640年 或者在埃及的 中 是讲什么 Middle Kingdom 是中部吗 中部 2040年到1683年 B.C. 埃及 为什么这个Vikings 一直出现了 Scandinavian Vikings 就是这个海盗 700到1000年 一大利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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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到三十 三十BC 你们可能真的是 不是我讲亚特兰帝斯来了两次了 OK 再讲说后期的亚特兰帝斯 2500到12000 BC 也就是亚特兰帝斯沉入海底的那个年代 其实是人类造成的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还是就是可能母大陆那时候是他们的对面的还是因为什么 总之就是因为科技所导致的导致一个一个科技的一个滥用科技导致沉入海底 可能你们也不是亚特兰帝斯外 可能因为是明朝的时候 什么科技影响到水那个灾害什么的 突然之间没有水没有下雨 然后突然之间就极度淹水 或者就是有一些科技当年的科技呢 就是导致了什么炸弹的研发或者害到了整个森林开始着火 总之很多人死了 OK总之就是很多人死了 你在前世经历了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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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因为这是大宗家谱嘛 所以你们是其中之一啦 总之就是你们是 经历过一个人类的灾害 看起来像大自然害的 可是实际上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因为科技的科技的一个研发 baby OK我们看一下这个宝宝是什么状况呢 为什么这个baby在这边 我们看一下 wisdom 智慧 好我感觉到这三张牌卡比较像是 你在投胎的时候可能 你有一种 为什么 这个应该是讲说你在这一世吧 这一世就是 你在宝宝的时候 你其实还是有前世的记忆 或者前世的这些 phobias这种恐惧的 因为你在前一世可能 是突然之间就去了那种状况 或者你目睹了这个东西 在我前面 所以你是有一种 某一些的恐慌跟恐惧所在 所以你其实是拥有你前世的智慧 你在刚出生的时候 你比较像是 我怎么 从一个大人的身体 变成一个宝宝的身体 我为什么在这里 你搞不清楚 为什么你在这边 在这一世的时候 你是宝宝的时候 因为我有前世 你是有前世的智慧 或者前世一点记忆的 或者实际上 你记起就是 你记起就是 你前世的一些状况 然后你在这一世 你看到 我的妈妈跟我 我所认为的妈妈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有一种 我为什么在这里的一个状况 我的爸爸不是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不是我的妈妈 可是他不是 因为他讲说你前世的妈妈 跟你在这一世的父母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才会有一种 EAA 我为什么在这里的一个状况 OK 好我们看一下 你 你现在面临的挑战 是否是为了弥补 或完成你前世 未完成的事吗 我们看一下 你在这一世 为什么会 来 投胎 为什么 我们最主要是看 Why 为什么 OK 我感觉到 你前世因为是突然之间过世的 还是因为灾害而过世的 所以你当一个流浪 流浪的灵魂当了很久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当流浪的灵魂很久 因为你突然遇到灾害 可能比较难 就是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灵魂灵界 所以你突然之间 可能太长的时间 你待在灵界的时间很少 可是你当 以前世的灵魂 比较难投胎的 那个时间点 会比较长 所以你有一种 EAA 为什么我变成一个宝宝 所以你会有一种错乱 OK 这里讲说很坚定坚决 OK 我们看一下什么状况 更好的选择 询问别人的帮助 OK 不要放弃 请听你自己的直觉 OK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 也就是 讲说你现在面临的挑战 是否是为了弥补或完成你前世 你只是觉得在这一世好像有更好的 更好的生活可以给你去过 然后你也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别人的帮助 你们其实脱胎也是透过别人的帮助 你才能脱胎的 可能有些守护灵啊 守护天使大天使啊 一些通灵的人啊 可能一些道士啊 还是有一些超度的一些人啊 帮助你去脱胎的 所以你在这一世是非常坚定 我这一世一定会比我上一世还来得好 你对于这个信念其实是不放弃的 你常常 请听你自己的直觉 因为你前世你的直觉其实还蛮强的 所以这一世 你前世的直觉也带入了你这一世 所以你非常坚信坚决 就是你这个直觉能力也是你前一世的 前一世的能力啦 我们看一下你这一世有想要完成的东西吗 你这一世想要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个社群 或群体 你可以支持他 他们也可以支持你的一个社区群体 自己的人 互相帮忙跟帮助 可能你们也是亚特兰蒂斯的人 亚特兰蒂斯在前一世 他们的灵性非常强的 所以在这一世想要变成一个灵修老师 或者你想要透过一些灵修的老师 或者透过我 因为我在这里替你们占卜 来了解就是怎么打通更多的灵修知识 你自己想要变成灵修老师 或者你想要灵修老师来帮你 或许你也有这个能力去痊愈你身边的人 透过你的灵修的能力 艺术家 这些文明其实他们有 除了海盗的这些 其实他们的艺术文化 其实有很深的一个历史 所以可能就是你们在这一世想要变成一个艺术家 或者喜欢去看一些这些古文明的一些艺术作品 可能对你的事业或者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会有帮助 就是在艺术方面 你很多人出到这张牌卡 在这一世你想要学习怎么跟人家沟通 怎么跟人家表达你的想法 你的语言能力 你的演讲能力 怎么打开你的这个社交能力 可能很多人 很多的 刚才很多的号码都抽到这张牌卡 因为你如果你的沟通能力不好的话 别人无法理解你 你也很难跟人家相处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必备的技巧 所以每个人都想要在这一世 在这方面有所提升 你很好学 你想要学习 你想研究 你想要在你的学历或者学业 或者在学习上面有所提升 因为你觉得学习可以帮你增进你的自信心 然后更了解就是你的事业道路是什么 然后你想要学习可能跟科技有关 因为可能你被科技有一些 科技的一个难民什么之类的 看一下就是爱我拍卡 不要逃避自己的问题 你在这一世不要逃避自己的问题 你内心深处知道你自己想要答案 接受自己的真相 打坐观察你的想法和情绪 先别阻止这些事情在你脑海里流动 然后放下这些负面的想法 然后释放你的愤怒 你对于一些科技相关的东西 会有一点愤怒的原因是 因为你在前世受到你是那个难民 或者因为这一件事情而过世 所以你对于这些事情可能有产生一些愤怒 因为你可能在前世你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 或者对科学科技有很深的东西很深的了解 你在这一世想要继续的探索 可能如果你是出生在亚特兰蒂斯的话 你的你总觉得在这一世他们科技 还没有到达亚特兰蒂斯的这个科技的水平 所以你觉得你有很多东西想要去学习的 因为你总觉得好像还有更多 你对于学习是很有那个谦卑的心 还有你愿意在这一世把你全新贯注的这个 心思放在知识上面 你非常相信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这件事情 这个牌卡可以代表孤儿的牌卡 可能你在前一世因为灾害变成孤儿 或者你自己你的父母在世 可是你第一个先走了 可能是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有一种独立的想法是想要独立的学习的 然后克服就是生存这件事情 可能你因为这个灾害你变成一个孤儿 所以你变成需要独立去生存这件事情 或者你到灵界你的父母不在 你需要身为一个年轻的灵魂 需要懂得赶紧去适应 小孩神圣的能量 你在这一世想要单纯的生活 单纯 纯净 纯洁 束缚 不是 这就讲说得到自由 宽恕 宽恕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对于神圣是神圣的力量或神圣 不管你对于神圣的定义是什么 都有一些很特别的联系跟连结 这小孩你凑到生三个小孩的牌卡 你想要拥有一个小孩的特征 就是天真无邪 纯净 纯真 干净的吃产能量 你有这个毅力就是保持 你喜欢就是长得年轻一点 或者你喜欢有一个娃娃脸 或者就是保持永远的青春 不管是你的身心灵力 都想要有保持永远的小孩的特征 或者年轻的特征 然后对于很多事情 你想要就是以新鲜的角度去看事情 你还蛮讨厌的 应该蛮抗拒就是国王这件事情 因为前世这个科技是跟这个国王有关 或者一个领导人有关 所以这导致就是整个国家都覆灭 所以你对于这件事情 你觉得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度 不应该有一个统治者 你总觉得就是你很抗拒这种权力的东西 或者有一个国王在那边 你不喜欢这些 因为你很抗拒就是因为某一个国王 那个国度才灭亡 所以你很抗拒这件事情 我的相机快没电了要赶快 好 你们是老灵魂来的 嗯 我看到你们是老灵魂来的 你们不是为了要追求占谱占星什么的 占星术什么之理的 你们要追求就是开通你们的顶论 你们在这一世 你们可以不需要就是天使的帮助 天使的指引天使的领导 因为你自己想要开通到最高的磁场跟能量 你觉得你在这一世结束之后 你想要通往天堂或者更高的维度 更高的密度 你自己想要在这方面得到一些觉悟 所以你想要通往天堂或者极乐世界 还是宇宙的国度 你想要找到这种平静愉悦的一种天堂般的生活 你不是想要追求这种占谱占星算命的国度 或者通灵的国度 你也不想要 你最终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得到就是他人的帮助 或者灵魂的帮助 也不是有想要去冒险探险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专注的指引 就是要开通你的顶轮 你想要跟宇宙是一体的 你想要有这个神圣的磁场跟能量 开通你的顶轮 你跟别人是没有任何的隔阂的 这是你想要追求的一些事情 我是看到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指引 就是跟宇宙的能量是一体的 这是你在这一世所要领悟到的东西 记住就是我们来到这一世不是为了要受苦 而是为了学习跟成长 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解读灵魂密语不是为了沉溺于过去 而是为了更好的理解现在 创造美好的未来 认识到前世今生的连结 可以帮助我们更慈悲地对待自己和他人 更有智慧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如果你想有一个更详细的个人占卜 别忘了与我预约一个一对一的 视讯私人占卜 如果你从今天的内容中有所收获 请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你有没有感受到自己前世今生的连结呢? 你准备如何运用这些洞察来改变你的生活呢? 我是Luna阿比丘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愿你能够解开灵魂的密语 活出最精彩的人生哦